歡迎收看哈寵PayTuber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貨 寵物穿新衣 我是去旁邊 一年春坐熟 六處珠布林仙 再過兩分鐘就是豬娘 那大家現在是在 首歲 平餐位 還是在紅衣宣打麻將呢 大家想好了嗎 明天要穿什麼樣的新衣去跟大家拜年 拿紅包呢 其實不只 不要偏裝 很要衣裝 毛小孩也是一樣喔 毛小孩穿衣有什麼樣的小配方呢 邊邊交給你 在選擇衣服方面呢 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要和身 另外一個是材質的選擇 那毛小孩他們穿和身的衣服呢 就會減少摩擦 就比較不會起毛靴啊 起疹子或者是產生靜電 那材質上面呢 最好是選擇透氣純棉的 如果選擇的是 尼龍或是人道纖維等等的話 也會一直摩擦摩擦摩擦 這樣他們就會癢癢 然後嚴重會有起疹子或是毛屑 還有 還有可能會打結喔 貓咪的皮膚呢 比狗狗更為敏感一些 加上大家都知道 貓咪他們喜歡舔毛來做清潔 所以如果穿衣服太久了 舔不到他們會心急沒送喔 不是每一隻貓咪都跟我們熊熊大人一樣 可以這麼樣的讓我們穿衣容力 所以建議身為主人們 一定還是要看毛小孩 他們的接受度 再決定要不要給他們穿衣服喔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一下 穿衣的注意事項 建議各位貓咪們 如果真的為了私心 想要看貓咪們 穿得水水 然後走時裝秀 拍張美美的照片 那就這樣就好了 拍完照了之後 記得把衣服脫下來 收起來 這樣比較透明喔 狗狗的話呢 要考量一下犬種 他們是不是特別的怕熱 或者他們根本就是來自寒大地方 一點也不怕冷啊 那就不需要穿衣服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狗狗 可能年紀比較小 比較大 比較老 或者生病 或者像這樣的天氣 冷到發抖 那就要幫他們穿衣服了 可是如果狗狗一旦穿上衣服 嘿嘿 這麼樣的熱 怕氣 或者甩身體 磨牆壁 那就代表他不想穿衣服 記得把他們脫下來 重點就是 狗狗們想穿衣服 不是媽媽覺得冷 幫他們穿衣服喔 如果真的想要為毛小孩 穿點新衣呢 沾點喜氣啊 建議可以從外出的胸背 或者呢 是牽繩上面下點功夫 貓咪的話 只是建議不要全天厚的 幫他們穿衣服 或是項圈 他們會不舒服的喔 接下來 就在我們下方留言回答 並且放出你們家 毛小孩穿新衣 再先幫我珍喜氣的照片 大家來逼逼誰比較可愛 比較猶猶喔 我們會出出三年輕微 而衝出 精美小禮物 好 喜歡我們的哈寵菜具嗎 幫我們按下分享和訂閱 狗狗媽媽的十一重型 就是哈寵啤酒 北拖衣 晚上十點 準時更新請你期待 掰 新年快樂